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晚上我们接着跟诸位讲六合 三伏六合 是学佛的基础 佛法从哪里学起一定要知道 进宗学会 初成立的时候 这个姻缘同修们应当要晓得 这个名称是夏连居老居四提出来的 他老人家汇集无量寿经圆满之后 提出进宗学会这个名称 那么他的提出 使我们想到佛法的教训 前面跟诸位说过了 要切积 切礼 切礼不必说了 这是决定于自信 信德相应 切积 积是众生的根系 要真正能做到契机 现代人所说的 本土化与现代化 你才能做到契机 佛菩萨没有形象 没有一定的形象 在这个世间 映画 今天上我们常常读到的 随机映画 随机映画 这个机就是众生 在哪一个地区映画 它的相貌就跟这个地区人完全一样 这个才能契机 如果它在我们这个地区 实现的跟本地人不一样 那我们一定看它是外国人 我们的感受就产生障碍 我们为什么跟外国人去 所以佛在印度实现那个样子是印度人 印度人看得欢喜 在中国实现那个样子是中国人 中国人也很欢喜 在日本实现那个样子是日本人 你们看看我们现在造的这个佛像 中国人造的佛像 中国人的面孔 西藏人造的佛像 一看那就是西藏人 泰国小城佛教 你一看释迦摩尼佛像 这个下巴尖尖的就是泰国人 日本人的佛菩萨 那就一看就是日本人 他有没有做错呢 没有做错 本土化跟现代化了 所以早年我在美国 在美国也住了不少年了 美国的佛教也挺兴盛的 我跟美国人说佛没有到美国来啊 他说佛教传到美国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了 很多这个寺庙很多法师在这边弘扬佛法 怎么说没有传到美国来呢 我说你们仔细去观察一下 在美国所有寺庙哪一个像像你美国人 我这一说了他就呆住愣住了 没有一尊像是美国人 没有一尊菩萨像是美国人 所以佛菩萨没有到美国来啊 在哪个地区这个这个视线呢 一定视线本土的这个向往 我讲了几十年 大概是三年前 我在马来西亚 好像是在马来西亚 古城 那边呢 那边呢 有一个缅甸寺庙 同修们带我去参观 我在他大殿上看到了三十多尊释迦牟尼佛 通通是释迦牟尼佛 面孔都不一样 他下面写的是印度的 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印度像 中国的中国人像 西藏的西藏人像 尼帕尔的尼帕尔人像 日本的韩国的泰国的越南的 每一个面孔都不一样 每一个面孔都不一样 真确 所以本土化跟现代化比什么都重要啊 佛度现代人呢 不是度古人呢 古人已经过去了 佛要度现代人啊 也不是度未来人呢 度现代人 所以这个认知非常重要 佛的像随着大家的相貌变化 佛的生活环境啊 也跟大家生活环境一样啊 总不能两样啊 居住的房子 现在盖个寺庙还要盖宫殿 哪一家的房子盖成宫殿的样子啊 佛教传到中国盖宫殿 正确的 为什么呢 中国帝王住的是宫殿 笔照帝王这个居住的环境 给佛造这个方式 现代已经走向民主了 国家的领导人 办公的场所 已经不是从前宫殿的那个样子了 最奇怪的是在外国 我在许多国家里面看到 中国的法司在外国建寺庙一定是盖中国宫殿式的 所以当地的信徒不进门啊 为什么呢 你一看是外国文化 你在那个地方在外国建这个道场 你的目的是盖外国人呢 还是盖中国华侨的 所以戒淫的对象啊 都是中国华侨 外国人一个不进来的 那我们想想 汉朝时候 摩藤 朱华兰 这两位尊者到中国 如果当时盖这个寺院呢 盖印度的样子 他们还保持印度那种生活习惯 我相信 我们中国人不会进他的寺院 那一看是外国人 这些大德到中国来也不齐啊 住的是中国形式的房子 穿的是大袖的衣服 这衣服是汉朝的 汉朝的一般的礼服啊 叫海青啊 他不穿他印度衣服 穿中国的海青 生活完全跟中国人一样 我们中国人欢喜 尊敬他 给他融成一片 你看看 祖师大德们 他们懂啊 现代人不懂啊 所以基督教在中国 为什么不能像佛教那样的发扬光大 拥有那么多信徒 什么原因呢 他盖的是外国式的教堂 中国人一看 洋鬼子 不进去啊 如果他要懂得这个道理 神教化众生是平等的 到中国来建教堂 也建成宫殿式的 那他的信徒就多了 他不想的 耶稣说的像的时候 要说成中国人的面孔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啊 所以他在中国这个这个传教一百多年 大概是有一百五十年啊 有一个牧师啊 几乎掉眼泪跟我说啊 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一百年 我在很年轻的时候 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说才只有一百万信徒啊 全中国才一百万信徒啊 中国人好难信教啊 他不晓得这个道理嘛 你全部搞的你那个样子 中国人怎么能接受嘛 同样道理啊 那佛教 中国人传佛教传到外国去 佛像中国人的面孔 建筑也是中国人形式 你们外国人不是一个都不进来吗 就同样道理嘛 我这个话说到四地 你们有没有体会到 在山大根这个地方 有几个寺庙 有几个当地人进来 还不是以华侨为主吗 为什么马来人不进来呢 那佛像不是马来人的样子嘛 道场也不是马来人的建筑嘛 重要啊 所以我在美国 大拉斯建了个道场 我那个道场建筑形式 是美国的现实 里面供的佛像 也供西方三圣啊 阿弥陀佛 印度人 你看就晓得是印度人 观音菩萨是中国人 大师志菩萨是美国人 我原本呢 是希望三尊像全部是美国人的面孔 我只是说说 有一位同修 到现在我也不晓得是哪一位 他画的三张啊 这个西方三圣的油画像 这个西方三圣的油画像 送给我了 由这个基金会转交给我 我打开来一看 我很喜欢 但是他不是完全是美国人 只有大师志菩萨是美国人的下 观音菩萨是中国人 阿弥陀佛是印度人 也不错也好 我就供摘美国这个道场 所以美国人一看 哎 那菩萨是我们美国人呢 感情不相同呢 一定要懂得 我们在这个马来这个国家 造的菩萨像佛像一定是马来人的面孔 普度众生啊 所以当时你看看这个这个摩藤坐法兰到中国 造的这个佛像造中国人的面孔 他有道理 这个才与经典里面的教会相应 佛菩萨们有一定的相啊 随众生便行 《楞云经》上说得很好啊 随行应量啊 随众生行应所之量 你看讲得多好 和和婆婆 那么这是 说佛普通的尝试 我们要融入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佛法比什么都殊胜 但是你如果对佛法不了解 你还有分别 你还有职责 那就错了 你把佛法去解了 错解了 开经纪上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言 尤其是华严界 在现代这个时代 不能不多华严 华严是把虚空发解 各个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融合又不破坏 这真是了不起 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 所以经题用华严 这是翻经的人 省乐 照凡文 这个凡文的经题 这个意思来翻 是杂花庄严 比喻 把这个世界 比喻成一个大花园 砸花园 这个花园里面有许许多多花卉的品种 不是一种 什么样的花都有 在一个花园里面 每一步顺收 共同在一个花园 彼此不相妨碍 才显示 这花园之美 不是独一 其他的品种都不要 只要一种 那有什么好看的 你想想看这个经题 那个杂花 就是不同的 这个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共同在一起生活 这个就是杂花庄严 从经题 你就能想到 这个经里面的意趣 佛在这里 到底教我们什么 在古时候 咨询不发达 交通不方便 所以确确实实 有一些人 老死不相往来 那真的不是假的 他一生 有人一生 县城都没去过 生长在乡下了 他一生 就在那个乡下 那个地区 城市没去过 所以 人的思想 很保守 现在科技发达了 资讯发达了 全世界 无论在哪个地方 脆一点点小小小的事情 我们立刻在报纸 在电视里面就看到 交通方便了 所以现在地球变成一家人了 有人说地球村 我们共同住在地球村了 往来 再平反 再不能够保守了 再保守了 那你就错了 从前可以 现在不可以 从前不往来 现在要往来 所以 对于 这个地球上 所有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文化 他们的地理 他们的思想 我们都要了解 然后要知道 怎样和他们相处 相处的像一家人一样 这个学问就是佛法 所以佛法确确实实是 多元文化 社会教学的好教材 现在人不能不学习 唯有学习佛法 我们才懂得 怎样跟人家 和睦相处 怎样能够过 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佛教给我们 从哪里做起呢 从散伏 散伏是提升自己的平德 六合 是完全跟别人相处 要和睦啊 一切祝福如来 对于和睦相处 是最尊敬的 所以 我们今天还得留一点时间 跟诸位做一个三归一 三归一的誓词里面 归一圣 众中尊 这句话什么意思 是 众是繁肃 众中尊 是繁肃也 他的意思是活活的生团 活活的团体 众在古时候印度就是这样团体 四个人以上在一起生活 或者在一起学习 四个人称为众 四个人以上就叫做众 那么这个团体 这僧团 僧意思就是活活 僧团呢 活活的团体 活活团体啊 祝福互念 荣天善神尊敬 所以 他是所有一切团体里面 最值得人尊敬 那个尊 就是现在人讲 值得人尊敬 为什么呢 他活活 没有真知 互相合作 这个团体 是最值得尊敬的 那么活活 佛教导我们 六个 等于说是戒律啊 六条啊 这六条 一定要遵守 四个人在一起 你一个家庭 如果家庭 你夫妻两个 有两个小孩 一家 一家四个人 能够修六合径 你的家庭 就是僧团 就是活活 僧团就是活活团体 你这个家庭啊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都加持你 都保佑你 一切善神 都护持你 你为什么不肯做呢 中国艳雨长江 家后万事性啊 所有团体 这个佛讲的这个僧团 僧团的意思是广义 不是狭义 不是说出家的僧团 你就想到出家人了 那你就想错了 僧 在家人也可以称僧 只要你修清净心 僧里头是两个意思 六根清净 一成不然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与大众相处啊 活目 遵守啊 佛的这六个 戒条 无论是在家出家的 那个团体 都叫做僧团 佛教里的 有一些称呼 我们要懂得 学佛的人要懂得 也称法师 称和尚 称阿赛里 这个在家出家都能成 男人女人都不分 和尚是印度化 什么意思呢 老师啊 老师 出家人可以做老师 在家人也能做老师 男众作为是我的老师 女众也可以做我老师 所以他不分在家出家 不分男众女众啊 但是和尚呢 这个老师是最亲密的 直接指导我的 不是直接教我的 指导我的 我们没有这个关系 不称和尚 称什么呢 称赛里 阿赛里 阿赛里也是翻语 意思就是翻成中国叫鬼犯死 他的思想行为 可以做我的模范 但是他不一定教过我的书 他是社会上一个好人 好典型 好母犯 那么我们中国人通常称法死 所以法死 不分在家出家 不分男人女人 只要教学 那都称为法死 以佛法教导众生 我们现在一般习惯上讲 讲经说法 出家人也行 在家居私也行 你只要发心出来 讲经说法了 你都是法死 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一般习惯上 是出家成法死 在家成居私 不成法 实际上法死 阿赛里 和尚 都是在家出家 同臣的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只有 忧婆色忧婆仪 那决定是在家的 在家居私 比丘比丘尼呢 那这一定是出家的 这个不能够错用 在家不可以称比丘比丘尼 出家不可以称 佑婆色佑婆仪 普通称呼 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那么六合 这是讲做人 人与人之相处 头一个 佛教给我们 见和同结 这句话 现在社会上常讲的 建立共识 只要是团体 团体的陈云 我们的想法 看法 是一致的 这就叫 见和同结 不至于意见分歧了 如果说 想法看法不相同 在一起生活 那很困难 他哪里不吵架 怎么会不斗争 那么见和同结 以什么为原则 佛的方法非常高明 我们大家 把自己的想法看法 统统放弃 那不就相同了吗 并不是说 我的想法看法 你要跟我一样 勉强你 也不是我跟你一样 我们大家 大家把想法看法 统统放下 不就同了吗 高明啊 每一个人 把妄想分别 执着都放下了 都成佛了 所以佛佛道同 佛跟佛 那真的是完全相同 所以佛跟佛的 相貌相同 菩萨跟菩萨 那个相貌 大同小异 为什么呢 他还没有完全做得相同 菩萨分别执着没有了 妄想没有断境 无明没有断境 菩萨 菩萨跟菩萨 无明多少 也不一样 所以 菩萨的相貌 是大同小异 佛的相貌 完全相同 为什么呢 他妄想分别执着断境 佛用 这个道理 叫我们尽力 尽乎通解 非常高明 叫人听到的时候 不能不服 但是 话说起来容易 我们毕竟是凡夫 纵然我们肯放下 愿意放下 实实在在讲 没有办法放下 那个妄念呢 还是会起来啊 于是 佛教出学了 那就不得已 用的方法呢 随身经教 我们放弃 自己的想法 看法 我们随身佛陀的教诲 那是不是 又有人说了 你还不是被 释迦牟尼佛牵着鼻子走 这些话 乍听起来 好像有道理 其实一点道理都没有 怎么说他们有道理呢 要知道 祝福菩萨所说的话 都是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 为什么呢 他妄想分别执着 统统没有了 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 佛教我们 我们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也要从自性里流露出来的 我们现在烦恼 业障太重 自性不能现前 释迦牟尼佛陀 观音菩萨陷阱 那他的那个讲法 想法 看法 那就是自性 那自性 我们的自性 跟佛菩萨自性 是一个自性 不是两个自性 所以随身佛菩萨的教诲 就是随身自信 随身信德了 哪你是被人牵着鼻子走的 说这种话了 那对于佛法师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通啊 我们决定不能受这种错误观念的影响 所以随身佛菩萨的教诲是决定正确的 一切实 一切处 要放下我们的妄想分别之处 放下我们的烦恼习气 重要啊 天天干啊 所以修佛之后 那么大家都晓得有个早晚课 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早晚课是什么意思 绝对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 佛菩萨才不要听了 早刻提醒自己 今天一听 什么 工作 带人进屋 不要忘记佛菩萨的教训 这是早刻真正的意义啊 顽阔是反省 是紧点 想想我这一天 有没有做错事情 佛菩萨叫我做的 我有没有做 佛菩萨叫我不可以做的 我有没有冒犯 反省 节点 忏悔 改过 自信 那是晚课啊 这样做早晚课 真是功德了 如果你早晚课 把那个精度念念烧几只箱 刻几个箱头 你的生活行为 除世带人介乌 还是随顺自己 烦恼吸气 那你的罪过很重了 为什么呢 早晨你看看 泥塑木雕的菩萨像 早晨骗他一次 晚上又骗他一次 一年从初一到那月三十 天天欺骗他 你的罪作重啊 所以早晚课 要不懂得这个意思 错用了心 自己以为功德很大 其实天天在欺骗佛菩萨 你不躲地狱谁躲地狱啊 那么早晚扩松是会计本 佛并没有给我们定早晚扩松 佛只定三规一 三规一是佛定的 早晚扩松是祖师大德的边缘点 把这个经论里头 重要的教训汇集起来 帮助我们修修 我们要懂得 那么众生的根性 每一个时代不一样 所以这个早晚功课 也要随着众生根性 来修订了 像国家的法律 这个大家都懂得 法律过了几年了 不适用了 要重新修订 早晚扩松 一佛如实 从前扩松本里面 早扩 寺院安堂里面 都念冷言咒 十小咒 从前管用 为什么呢 都修订了 特别是沉重 帮助你修订 可是现在 念那个冷言咒 十小咒 不灵了 你的妄想咋念 那个咒控制不了 不但念咒 不能把妄想念掉 一面念 一面打妄想 你这有什么法子呢 所以 尽宗学会成立之后 我给我们尽宗同学 重新订了一个早晚扩松 那我的早扩 都不要了 不要念咒了 我们念《无量寿经》第六品 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月 希望早扩 我们一定要记住 阿弥陀佛的心愿 我要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 那跟佛相应 晚扩 我们也不要 那个八十八佛参回文了 晚扩 我们选的《无量寿经》 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这段经文你讲什么东西呢 无界十三 所以 那是阿弥陀佛的心 碗阳 我们今天一天的行持 跟佛一样不一样 果然我们一天与佛同行同愿 同德同行 天天跟佛这样接近 不知不觉了 你也变成阿弥陀佛了 我们朝末扩宗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原理原则要掌握住 是和我们这个时代 大众的更新 我们的需求 我们学了 跟管用 那么 那么早晚高末扩宗 多半还是讲的 原理原则 细说呢 在今天里面 金中同学 现在 以《无量寿经》修学的人很多 这不仅 下劳局是汇集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下劳局是 究竟是什么人在来的 我们现在不好说 说了人家说 我们造谣生死 绝定不是普通人 就跟印光大师 说这个 欧耶大师 欧耶大师 做《弥陀经》要解 他曾经说过 即使是 古佛再来 替《阿弥陀经》 写一个注解 也不能超过其上 这是把要解 赞叹到极处了 有人听到这个话 不服啊 印老说这个话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就遇到 有一位老话师 讲经说法 很出名的 他曾经在我面前提过 印光大师这个话说的 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我告诉他 一点都不过分 那我们晓得 印光大师是 大师制菩萨在来的 他这样赞叹 那么欧耶大师 我们想想 如果不是观世音 一定就是阿弥陀佛 否则的话 怎么能注解的那么好 夏连君老就是 汇集无量寿金 决定不亚于 偶叶大师 做要紧 你就想想的时候 他不是普通人再来 你要把它看成普通人 那就大错大错了 早年我在美国 在迈阿密 迈阿密是美国 一个很奇特的城市 这个城市里面 奇奇怪怪的人很多 我们中国家 特异功能 通灵的人很多 我在梦游 到达那个地方之前 先把戒缘的经书 寄过去 他们那个里面 有一个佛学学的组织 负责人 增现为居士 以后出家了 听说现在又还俗了 他非常喜欢感应 喜欢神通 所以给这些奇奇怪怪的人 认识就很多 他把黄念族老居士 无量寿金的注决 给这些通灵的人看 有特异功能的人看 前面有夏年居老居士 一张照片 印在这个书本上 这些通灵人 看的这个照片 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曾居士问他 他说你怎么知道 他身体透明的 从照片上看 他身体是透明的 说明是什么呢 说明他心底没有污染 我们他们要看的话 去黑的 看不过去啊 为什么呢 贪嗔痴慢太多了 自私自利太多了 他身体是透明的 同时他讲的是 他是再来人 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说得都准了 我到迈阿密去的时候 孙先为主就告诉我 他觉得很惊讶 在照片上怎么能看得出来 那么这些人 我也跟他们进不灭 确确实实 他 又跟一般人 不同地方 那其多其他的 我就不必说了 我们要尊重 这个本子汇集得非常好 以后我有缘 遇到黄念祖老爵士 我们两个一见如故 因为当年在海外 弘扬这个本子 就是我一个人 很艰苦 在中国大陆弘扬这个本子 黄念祖老一个人 他也很孤单 也很辛苦 我们两个遇到了 总算是还有一个人 我们一起来弘扬这个本子 他告诉我 夏老 往生之前 跟学生们说 他这个汇集本 将来从海外传到中国 这个诗 那个时候 他们听了都莫名其妙 怎么会从海外传到中国 而且说 这个本子将来会 弘扬到全世界 现在当然大家相信了 我们在海外 确确实实 是普及到全世界 那么夏老说这个话 几十年之后的 这个现象 他能够预知 哪里是普通人的 我们对他 要有信心 依照这个本子 修学 肯定的好处 我们 近后同节 就依这一步进 我们对宇宙 对人生 对一切人事物的想法 看法 放弃自己的 沉戒 妄想 完全随顺 经典上的教训 一定要知道 经典上所说的 是我们自信 信德的流露 随顺 经典是随顺 我们的信德 儒家讲的 讲得好啊 三字经上说 人之粗 信本善 我们随顺 自己的本善 无量寿经 就是信德 就是本善 决定不能违背 这个是大乘佛法的精华 大乘佛法的纲要 经典太多了 我们没有办法学习 这是纲要 这是精华了 抓到这一步就够了 一生受用不尽 所以 见和同结 我们要落实 在这里头 刚要的刚要 精华的精华 我们写了二十个字 这二十个字 可以说 我学习五十年的心得 我们存心 我们用心 决定要跟真诚 亲近 平等 正就 慈悲 相应 真诚 决定不是虚伪的 别人对我们 虚情 假意 可以 我对别人 正诚 为什么呢 他搞六道轮回 我这一生要做佛 我不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不能跟他一样用心 他欺骗我 我点点头 应该的 为什么呢 六道众生 哪有不骗人的道理 我不能欺骗他了 我要做佛 要做菩萨了 哪有佛菩萨骗人的道理 我们走的路不一样吗 众生的心不清新 顺自己心的 就贪爱 不顺自己心的 就惩恨 不清新 我们要学佛菩萨 顺经 不胜贪念 逆境 不胜晨慧 决定 不为 自私自利 明文利 无欲留成 贪嗔痴慢 所污染 常常保持自己的清净心 跟佛菩萨一样 第三 平等心 众生的心不平等 为什么呢 有我 我总比你强一点 连那个 这个街边上 现在此地没有 美国都有 中国有 要饭的乞丐 看到有钱的人 驾着好的车子 从他面前过 他还要鼻子 他还要鼻子哼一声 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有几个臭通情而已 呀 你看看 他的傲慢心 他在呀 贫贱到极处了 他还不服输 还觉得自己比别人 还要高一等 平等心 没有啊 佛菩萨的心 平等 一切众生 皆有佛心 他怎么不平等呢 所以佛菩萨讲的平等 是真平等啊 一切众生 既然有佛心 当然 就像华音经上所说的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这平等啊 现在为什么不平等呢 佛出错原因了 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才不平等 你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 跟佛完全平等点 平等理念 我们怎样对待人呢 你看看 祝佛菩萨表现 谦虚尊敬 在人面前 自己要谦虚 一定尊敬别人 这个不是高下 这叫真平等 这叫真平等 平等不是说傲慢 我跟你一样 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傲慢 这个不是平等 平等一定是 千世悲下了 尊敬别人 儒家的礼 自卑而尊敬 佛法的戒律 亦佛如实 你看这个五十三餐 每一位善知识 跟善才说法 自己都非常谦虚 尊重其他的善知识 赞参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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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其他的那些善知识都非常高明 比我懂得多 你到他那边采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